packs 第3代 喜愛POE騙了IPUE沒有POE 就吃不下飯就睡不著叫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收看《流亡案》到開實況 大家好我是傑哥 我是曉雄 mirror 啥布在這幾集 我也mb都 沒有 我 快看你不在這幾集 我促成了一個良緣 阿 真 Delta 他們已經我們節目中就是 大家公認的官方CP咧 真的 官方CP 大家都說他們 這是有情人終神眷屬耶 恭喜你們 什麼時候結婚啦 我們要去 其實完全沒有公認 只有他們兩個人 在那個傑哥跟小梅心中 認為就變成公認了 可是那個誰 觀眾都這樣講 對啊 觀眾都這樣講 而且我看POE的時候有人私訊這樣公認 觀眾被傑哥跟小梅帶壞了 沒有 沒這回事 他們也是看清楚你們兩個真正的那個 觀眾要討好正妹 不會來討好正妹 你們把這個節目的風向已經導成這樣子 也不是啦 其實我覺得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們就想說 哇 真的兩個好像有到最後就變成真的了 因為傑哥要回來清流了 傑哥要回來清流了 他們的互動本來就是有點 對啊 然後就讓人把持不住啊 Check it out 好啦 那今天呢 要繼續的來講 POE要改版的事情 2.0的Beta 2.0的Beta版金 但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喔 就是一些人會抽出來 介紹玩法給大家看 通常是一些比較資深的玩家 那如果是一般的玩家的話就要隨機抽 意思是他們就是官方直接送他們來 唉唷 那他當然是我們節目裡面的中流砥柱嘛 可是連小梅都有味覺越輕 欸 幹嘛這樣啊 到底是不是有在開POE的實況好嗎 對 因為其實是好像是說 POE就是流暗到會給 比如說像資深玩家 或者說有發實況的實況主 就直接給序號讓他們玩 對 那當然也是希望他們呢 像我們的節目也是一樣啦 希望他們把這個2.0的 介紹給大家啦 目的是這樣子啦 對 沒有錯 你不要小看小梅 他有個小梅流啊 我有練一隻欸 其實因為小梅就算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可能沒有發現太多的Bug 可是他的觀眾很多 所以幫他 幫他 就是大家 眼睛很多嘛 大家看說 欸這邊好像有Bug 然後 就原廠就會發現Bug 對對對 不是這樣子嗎 你沒有發現 所以就是你的觀眾厲害 跟你那種關係 他可能就會說 這個東西壞掉咧 我說是喔 壞掉了 你覺得不錯 對 爬山講到重點 其實Beta測試 就是要讓大家去找出來 哪邊還有趨勢可以改進的地方啦 沒有錯 這其實是重點啦 對 你不要一直以為說 反正只是Beta測試而已 大概就是玩爽而已 其實重點是要 挑出裡面的狀況 對 還有一些平衡性的可能會做調整 那如果比較多人在看實況的時候 大家就會討論 就會說欸這個好像太強了嘛 那這樣這個意見 可能就有可能會傳達到官方的 對對對 這邊要跟展元說一個小故事 因為展元哥前幾週都沒有來 就是我們在Beta一開始玩的時候 各自選一些不同的角色 結果大家打到的裝備 全部都是給小梅用的 蛤 這不能怪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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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還打到六年的神裝 也是小梅用的 對那只要練到56級 就可以穿上來 但是小梅他練了 從開始練到現在 還沒有練到56級 我53級了 那天六年還在倉庫 我53級了 等待 尤其是小梅很厲害 又有年想要被人用啊 對小梅他就是 比如說他過幾等 然後就一套神裝就等他 他根本就不用自己打 他那邊就逛大街 他就是配搭到很多 是不是很怪 我這感覺是運氣問題啊 誰知道他們都沒有打到他們自己的裝備 為什麼是你 那你的是哪一個 我是遊俠 遊俠 都是出遊俠裝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品很好喔 人品大爆發 那你們就是 測試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覺得哪些的角色 或者是職業太OP什麼的 有啊 教主現在使用的角色有點OP 可是他是牽扯到 其實有牽扯到一些 一定會被改掉的東西 其實已經改掉了 就是 在我們這週上了第一次的 就是 需要重新開遊戲去更新的大改版 那應該算比較大的 嗯 好那我們就先要來看一下 在這個禮拜台版的 比較大的改動 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的遊戲畫面好了 這樣我比較好講一些 嗯 看一下教主的電腦畫面 所以你們現在 之前念的都不見了嗎 沒有不見 有一些東西是直接不見 我們先來看天賦術 那我們2.0 就是最大的一個特色 應該就是這個珠寶 對不對 那這個珠寶 我們放大看一下 它上面有一行字是 Leave me to one 這個是還沒有翻譯的部分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天賦術上只能放一顆 對那 這條說明其實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發現 這條說明是嚇唬你用的 你實際上可以放很多顆 蛤 對 就是它應該是一個bug 它應該是一個bug 那像我現在遊標上這顆的意思是 我空手的時候 攻擊距離加4 就是我現在可以 空手從這邊打到斬圓 那在這個 當初這個版本上有bug 就可以放很多顆的時候 譬如說我放了10顆 我攻擊距離加40 我可以從這邊打到觀眾 所以我就真的裝了很多顆 然後真的玩起來就是非常的over 實在是太over 然後我觀眾全部都傻眼說 這到底什麼流犯 那時候空手流超強 他們空手打怪就是 怪會被秒殺 我在螢幕中間轉 整個畫面的怪都沒有打到 就是很扯 還可以打到隔壁螢幕的畫面 被怪這樣子 像這個就非常迅速的被改掉 那還有一些變革是 我們上一版有一個 很OP的寶石 叫Mantral Force 這個沒有翻譯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意思 那它會增加大量的物理傷害 結果在這個版本 那個寶石是直接被刪掉 就這個寶石直接沒了嗎 對這個其實是我第一次見到 這麼激烈的改動 因為以前的改動通常是 就是比它 把它削弱 但是它有點用 現在是直接不見了 而且就是 那個物品就直接 從我的包包裡面消失了 就沒了 欸是我給你的那一顆嗎 對是你給我那一顆 怎麼會這樣 小梅好不容易打到一個寶 對 然後叫做說 對那小梅 那叫做說 它要因為它很強的這一顆 結果就不見了 對 那一顆真的也是非常好 over 我覺得這是命運欸 對啊 其實真的有點強的太過分了 因為我們空手的角色 它有一個最大的弱點 就是人的拳頭 終究是沒有武器強 結果那個寶石 因為它真的要傷害太高了 高到你空手皮 很像拿武器還強 你媽媽上週打真的很強 可是讓它把它改弱就好啦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讓它直接人間蒸發掉 完全把它弄不見 而且我們現在也就是 改版到現在也過兩三天 還沒有人打到過 所以它可能真的不見 因為如果只是改弱的話 它其實有點尷尬啦 因為Mantral Force 因為它變成有一個 有一點太 對空手道來講太強了 所以其它的 沒錯 它應該不喜歡做這種 只有一個流派能用 對 因為它如果數字用很低的話 空手道流派太強 然後其他人用太弱 然後如果數字用太高的話 空手道流派就op的 就大家都喜歡空手道流派 對啊 所以其實它這個 我想這個平衡上是有它的難處在 所以原廠如果 就直接乾脆拔掉了 就直接不要 然後就憑空消失 小美好不容易的貢獻就沒有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小美的貢獻值就再度恢復到零了 對啊 什麼零 這小美的零 小美是真的很難得 打敗一個東西 我有貢獻 我跟大家聊天啊 也是有貢獻 使用一個吉祥物的存在感 我跟大家聊天 就吉祥物小美 所以這是在台版的部分 還是全世界都一樣 國際版的部分 會比我們早幾天改了 對 那我們大概是過了 大概一週左右 又上這個版本 對 所以其實包括國際版的 或者台版發現的 在Beta測試發言的狀況 都會一次把它改成 對 因為像我們 我們台版也有專門設置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是所有 就是你進得到Beta的玩家 你才看得到論壇 其實當然看不到 然後專門給你發你發現的BUG 那你有在論壇發言過嗎 他可能連在哪裡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默默搖個頭 欸我都去教主本事團看就好啦 是啊 教主本事團的第一首消息 我都私訊教主 欸就怎麼樣 而且我都直接問他 我說那個我現在點到哪裡 那我接下來要怎麼樣 因為他就是天賦書 有一些新的改動 所以就會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教主都會很好先過 我說喔你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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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幫我配得好好的 你看他裝備跟天賦 都有人幫他配好了 他還是懶得練 這就是人神啊 這就是小梅流 小梅流啊 好好好 小梅就是去跟樂會的時候 在後面打醬油就過了啊 對啊 我說不定你等一下就可以 穿那件六連的耶 唉唷 這樣五十三等嘛 對 差三等 可是在我們節目裡面練三級 感覺練 應該蠻快吃 你們經驗值應該很快 可是我們的等級太高了 我們會吸走大部分的經驗值 喔 所以你要跟他們一起練嗎 不然他怎麼可能自己練 他每次他就是邊走 邊逛大街 就說不定還是掉我的裝備啊 對啊 對啊 小梅生運氣超好的耶 嗯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哪些的改動嗎 還有一個應該大家都很開心的改動 主要是針對翻譯上 翻譯 因為我們的時辰其實一直蠻感的 所以在第一個版本 其實有大量的東西 它還是英文的 那前幾天上的那個版本 我們有發現很多東西變成中文 那尤其是影響最大應該是傳奇裝備 因為我覺得有些傳奇裝備 它設計的真的就是蠻有梗的 結果原本是英文的 但是大部分人看不懂會蠻可惜的 其實之前在那個公開評上蠻多人在問說 欸這個幹嘛的 那個幹嘛的 就很多人在問 去求翻譯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的寶石倉庫 給大家看幾顆寶石好了 好 超整齊的倉庫有沒有 我看什麼 哇 你也藏不到我有點想說 像這個寶石啊 它叫做銅竹相殘對不對 對 它的效果是 你炸掉一個屍體的時候 會回4%的血量 喔 那就說你明明就是人類 你還要去把人類的屍體炸掉 這叫銅竹相殘 那像這顆我也覺得很好笑 叫狂奔 狂奔 狂奔它的效果是 當你被點燃的時候 會增加大量的跑速 你被燒的時候 就有一點火燒屁股 然後你就在狂奔的那種感覺 對那它原文 原文其實是一個蠻 蠻專業的單字 我想大家應該都看不懂 那反正中文 你就看到這顆 你就覺得很好笑 我被點燃的時候 可以跑很快 我覺得 傑哥比較喜歡吃裸奔 對也是 也沒這回事 傑哥默默的一個打槍中途 突然一個跳坑 真的我覺得 剛剛還在想說狂奔 然後就有點放空 你很想搬一顆裸奔的寶石 也可以就是 你只要被點燃之後 身體衣服就不見了 這顆寶石 可能是沒有這種寶石 因為你被點燃之後 衣服理所當然會被燒掉 這應該叫裸奔吧 是不是 我們可以去給官方這個建議 對官方記得 我們要一顆寶石 你自己就設計一顆 然後就寫信給官方 哦 也好耶 被統結的時候 也不會不見出來 這樣他們還要去設計 整個有胸肌的那些造型出來 然後名稱就叫傑哥裸奔 也不用那麼長效裸奔就好 還要30公分 你還要去 他們要花時間去做 你說人物裸體之後嗎 對啊 那也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想聽他怎麼分是不是 是 沒有錯 我就是一個心地不善良的人 哈哈哈哈 腿又短 哪有 沒有 我跟妳講 我們要去看講雲哥的粉絲 快不行了 他很卑鄙 因為我剛剛跟傑林 我們兩個就是 比一樣的姿勢 然後拍一招 可是我以為只有拍半次 我就角度隨便站 然後傑林的角度伸得很長 很長 延伸到鏡頭那邊去了 然後整個拍的時候 我的腳就特別短 然後我就不高興 我就說我要重拍 就整個還是拿那張腿噴 哈哈哈哈 因為我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整個粉絲團 就每日一好笑好不好 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笑 看看為什麼腿這麼短 你們知道我身高不高150幾 但是我腿有98公分長 我的腿還蠻長的喔 真的 比例是好的 那照片跟妳講 那照片真的是我角度跟姿勢的問題 小朋友笑到不行 真的是角度跟姿勢的問題 真的 不知道藍哥你們後來補派那張就是有 有長嗎 她就腳伸特別前面 腳伸 那個姿勢也是伸得這麼前面 她整個伸得這麼長 我各位跟長腿姐姐搭檔 不要跟妳的短腿 欸跟我這樣子 沒有 可是我躺得比較高 哈哈哈 硬要講 她躺得比較高一點 好啦旁邊兩個她們都聽不下去了 她們是 沒有我剛剛在想一件很有趣的事啊 對就是 當初在美辦開那個一個月的聯盟專家集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非常知名的玩家叫E-TOP 然後把她的角色做得 就是超級彈 怪幾乎打不死她 但她沒有什麼傷害 然後組隊的時候都會衝在最前面 就奮力的砍怪 觀眾就覺得哇這個人好有夢喔 這個實際上她是最沒在做事的一個 噢噢噢 所以說 以後照片如果 發現有 某些女生都要特別往前站的話 可能要合理懷疑她的身高跟腳長 對 是不是 所以我 我真的不是因為我矮 是因為姿勢跟POSE的關係 真的 因為我後面發現這幾道不是腿都很長 就是沒有啊還是短腿 也沒有 不要比腰腸奇怪 但是想想想想 就是本身身高的問題 不是腿長的問題 就是因為 可是我這種身高其實我腿算蠻長的欸 就很像一個科基犬的你知道嗎 科基喔 科基超可愛欸 對啊超可愛的 科基超可愛 我可以叫牧羊犬嗎 我本身有當科基欸 真的是很壞欸 喔 啊我們今天 對我們要看一個 對 還有一些什麼 欸有一個圖片嗎 對啊有圖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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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之後的 欸旁邊那個啊董博哥 對 董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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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神 沒有這幾節的董博哥 都就是超活潑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以為是要看什麼遊戲圖片 董博哥 各位觀眾你們自己看一看 那個是不是腿很短 我跟你講 真的你們要相信我站起來的時候 我腿伸這麼長的話 就會很長 沒有人理你 沒有人理你 那要站起來要這樣伸的話 就很長 要這樣伸 我是這樣伸到比較短 要這樣伸 我這樣伸就 所以你說捷琳 心機重就對了這樣 捷琳心機很重好不好 奇怪 超短的 沒有約要你要生那個姿勢 那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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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這個 快不行了 捷琳有貢獻 大家如果心情有點不入的話 有點憂鬱的話 是不好看一下那張照片 就覺得超好笑 要挺這樣 你不知道我是矮子借林志玲嗎 不是好不好 不是電競許若瑄嗎 又變文了 矮子借 我們可以幫捷琳 以後那個全部都收集下來 然後捷琳的那個抬頭變炒場 對 矮子林志玲電競許若瑄 2014年電玩美少女性格 對 一定要的啊 可是真的沒有真的是因為那個姿勢 你要相信我 他相信我 哪有那麼好笑 好那我們今天還有什麼BUG的選擇 好 這個不代回我們來 待會遊戲解救結果 轉差異 可惡Q 欸我們還有什麼BUG的選擇 好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我們還是在看一下遊戲畫面 可惡Q 遊戲 優異遊戲 這個真的是最重要的 好重要 造型人家都做得很好 都沒有做腿短的有沒有 好了沒事 沒事 OK 那現在 這個版本上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改動 就是針對魔力減免這個寶石的改動 對 那這個寶石原本幾乎是所有 只要開光環的人 他都需要在光環上面連一個魔力減免 以外的技能減少3.4%魔力消耗 所以他對靈氣已經沒有用了 嗯 對那 這個會 他被那個減弱 這個真的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可能會有一些角色直接不能玩 因為像我們原本 像我們的粉絲團不是叫靈體投擲神教嗎 那就是因為我們都用靈體投擲的這個流派 來教大家玩 對 那元素靈頭這個流派 他以前是必須要開五個光環的 那他就非常仰賴魔力減免這個寶石來支持 不然他就開不了那麼多的光環 因為魔力不夠 結果他現在這樣的改動的時候 我覺得 不要說五個光環 四個光環都很有難度 那怎麼辦 三個光環還OK 這個其實他 改這個的時候 不只是我們看到很納悶 就國外玩家其實也罵聲連片 哇你這樣改人家遊戲怎麼玩啊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 我們會猜測說他是不是在做一個嘗試 因為這畢竟是Beta 那他會這樣改可能是因為 他不喜歡大家都串同樣的寶石 他想要多變一點 但是他還沒有想得很清楚說 我這樣可能改下去之後到底會怎樣 那我們就在Beta來試試看 因為Beta本來就是來跟你測試 所以你現在沒有直接把它改到正式伏器上 大家其實不會那麼生氣 那我們就來測看看會怎樣 那因為這個改動其實是兩三天前才改的啦 而且我們角色也很少 所以我們還沒有來做測試 但是這邊報給觀眾知道就是 他們有打算要動魔力界面這個寶石 所以我有問題 所以以後靈體偷著就不能用了嗎 如果真的這樣改你一定要另循出路 這個東西應該是要 應該是還是要大家會要花一點時間來探索 因為這個修正其實是才剛 剛上的 才剛實裝的 那就是大家會花一點時間來探索說 我們現在新的這些改動像 我們以前的舊的玩法 我們要做什麼 我會繼續看我們這個角色 右下角那個魔力球 你可以看到 我剩下零的魔力 一點都沒有剩下 我原本還有一點點 那改了之後就連一點點都不一樣 我現在全身上下所有技能 只要我放的技能 我都串了血魔法 就是用我的生命來用 因為我已經沒有魔力了 所以你用生命燃燒自己在殺蹄 對 我暫時是這樣子解決啦 那我這個角色是近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血非常多 所以全部都用血魔法 這對我來說都OK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法師 結果你要用你的血來放的話 那當然是 因為剛好你選野蠻人 所以還OK 還可以解決 那如果是選女巫的話呢 就GG了嗎 對 也沒有GG 但是你可能會 暫時你要玩遊戲的話 你必須放棄一個光環 好像有聽說 那個Enlightened會 對Enlightened會 但是它的趴數很少 而且那個寶子太稀有了 而且其實那個現有的靈系的 魔力減免它都有下修 對有下修一點點 所以就是 我記得有人有去算一下說 其實 影響是有 但是就是 其實還可以接受 是因為就是 第一個是魔力 本身它自己的魔力保留的 就是你沒有穿魔力減免的狀況下 就已經有下修了 那有一顆就是叫做 奇蒙 對 Enlightened的寶石 它是 也有在上面新增了這個 原本我們拿來做的魔力減免 就是讓光環去減少這個魔力保留的部分的功能 所以就是 有一點補正回來啦 沒有到完全治癒 但那個寶石比較稀有 對 第一個是那個寶石比較稀有 第二個是 你可能會少開一個靈性 可能你本來可以開五個 變開四個 有可能會這樣 哇 它是要削弱你的體驗嗎 你有被衝擊到嗎 對啊 就是靈體頭 就是靈體頭就是 就是看教主的手 教主又不能叫靈體頭 只要變動靈體頭 沒關係 我們一定會想出新的解決辦法 他現在就是用肉身去那邊 燃燒當魔力燒 他就特別想說 因為展宇哥很久沒 他就練了一隻野蠻的 對 真的 真的 他這是為了你練耶 而且他練那隻真的很強 這上個禮拜還蠻強的 這禮拜被削弱了 這禮拜變更強了 欸 你已經被削弱了嗎 對 但是我有調整過 你已經找到新的出路 對我已經找到新的出路 我立刻生命中自由出路 生命自由 生命自由 生命自由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可是 我覺得很納悶 明明那個 創作的人 製作的小組的人 他知道這樣改變 會不會被罵到一個臭頭 那他還硬要這樣子改 雖然只是封測 只是測試的 他是欠罵就對了 他自己覺得 其實皮很癢 其實他們應該只是 只是想要試很多東西 他們一直改動都有一個 核心價值 就是他不喜歡 大家都用一樣的東西 我懂 所以就是太多人用零體頭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想要 很多人 就是所有的光環 大家都要穿魔力見面 他覺得這樣很無聊 他不想讓大家 魔力好像是喝到飽 對啊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 他想要大家多創一些 不同的流派 因為像光環他其實 我們在一年前是很少看到 魔力見面以外的寶石出現 最近開始有別的出現 像我們有一顆光環 應該算BUFF類的技能 他叫灰燼之劫 那他的效果是 當你打死敵人 譬如說如果你的敵人是100滴血 然後你用一個1000的拳頭 把他打死 是不是有900點的傷害浪費掉 對 他這個浪費掉的傷害會 燃燒他周圍的敵人 那有人就會在這個灰燼之劫上面串 這個元素擴散 那元素擴散的效果就是 點燃的敵人會去再點燃其他敵人 等於說你打死一隻 整個螢幕的怪可能都會燒起來之類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你的號碼反而增加了 但是很有效果 對 那如果你穿魔力減免 你的效果可能就是 我號碼變少 但是沒有其他效果 對 他喜歡看到多樣性的玩法 嗯 可是接下來呢 這個 就每次封測之後 你原來在封測的時候 在被他測試的時候 你練的等級等等等等 都不見了 都會不見 就是會被刪打 對 那這個 裝備什麼的都沒有 這個在國際服 他其實已經刪了一次 那因為我們台服開比較晚 所以我們還沒有馬上迎來刪打 不過這個禮拜有可能會被刪打 所以這裡會有一天開著說 難怪小梅沒有要認真 對啊 小梅就整個 然後小梅也是跑在三檔前 你要把你的六年穿起來一下 然後小梅下一次就都沒有裝 因為這次運氣用完了 因為拿到好裝都不珍惜 不會 我告訴你 我就是 我運氣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就一直打到好裝 拿到好裝都沒有珍惜 就會把運氣都掉 沒有 你就是會一直打到我 所以 應該是這禮拜就會全部三檔重製囉 對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其實 我們看一下螢幕 我們給大家介紹一個活動 好 就是國際版在這一季 他其實有來賣一些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產品包 哇 產品包 我們點一個影片來看一下 欸 很帥耶 我找一下 還有腹肌耶 呃 像是 16塊 你才是 這8塊吧 這16 我們看他這個角色喔 放大放大 放大 他背後會跑出這個 哇 很帥耶 所以你有時候會這樣子跑出來 這是一個項鍊效果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 附到你的項鍊上 你的角色背後 偶爾就會跑出這個 這個優影來 嚇大 那他可以當嗎 這就是一個外觀而已 就是外觀 嚇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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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賣各種不同價位的 這個產品包 那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只要你買了這個產品包 都會送你那個貝塔資格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來玩我們的測試伺服器 就可以玩2.0的新東西 這個1200是美金嗎 這個是 這個是遊戲幣 那價錢在右邊 我們台版的價錢有所不同 對 但是我們台版好像沒有一個完整的活動 所以我沒有想到需要 我可以花120塊來玩這個 對最便宜的是30塊 然後我們台版最便宜 我看一下好像是700 Beta就700 對但是 這700你不要覺得說 你是去買那個Beta資格喔 對實際上裡面的所有的內含物 價值就已經是700 那個Beta是白送你 因為其實就是 PoE他一直都有做這樣子的產品包 就是 因為大家會買那個點數來買外觀嘛 那他就有開放一些就是 像一個產品包就是 一次讓你買了以後 你不但拿到這些點數 還會得到額外的一些東西 那這次Beta的這個產品包也是一樣的效果 那有問題 那到時候正式開副這些東西還會在嗎 當然會在 還會在嗎 這個其實是買到你的正式伺服器上 喔那就還OK啦 喔那就還OK啦 不要說到時候被大家都笑死了 對 剛剛我看還有可以送T恤啊什麼的啊 對 好像是有一些不錯的東西 剛剛看到那個最貴的是多少 最貴的 在美國的最貴是1100塊美金 這大概是34000塊台幣左右 但是我們台版好像沒有賣這麼貴 它的差別其實在這個東西 天啊 這個東西我們特別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雖然我們台灣 我看不懂 雖然我們台幅沒有賣 但是我們以後遊戲內 有可能會達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叫神聖卡 就是 你可以自己繪製一個美術風格 然後想一個詩句或是什麼的 然後想一個title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卡片 就裸奔 然後就一個 沒錯就是 如果傑哥想要的話 他可以 他可以放一個自己裸奔的圖片 然後卡片名稱叫裸奔 然後下面寫一個裸奔的詩句 就是OK的 因為我們這個18禁遊戲 一定OK 這我就發現我裸奔的照片 然後在那邊 然後是裸體之類的 大家玩的時候就可以 你就可以打到這張卡片 那他也不是觀賞用的 我們可以放大 他有可以用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 看到他其實這邊有個編號 他是四張裡面的第一張 他是套卡 那你蒐集完整套的時候 你可以去跟 我們第四張會開的一個MPC 交換禮物 然後像這個套卡 他是換富豪使用的 所以大家都要蒐集你設計的卡 對 所以你花三萬多台幣的意思就是 你就可以創立三裸奔卡 然後大家都要蒐集你裸奔 然後大家都要蒐集你裸奔 那就用到美國去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大家都要蒐集你裸奔的照片 不是 他可能拿到就丟掉了 啊 那他裸體起來阿 好 然後結局的 傑哥的套法是換智慧卷奏 換智慧卷奏 那我覺得展芸哥今天抱我們有點懶憂啊 傑哥太久沒來 一來一直要狂票 同學都還會弄我選賞 不知道什麼事 全哥魯芬卡戰倉庫格 對不對 集滿一套換一個智慧選手 那個智慧選手 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歹可以換智慧選手 可以增加智慧啊 好不好 英文會變強嗎 還是變弱 應該會變強一點 剛剛那寫那些我完全看不懂他寫什麼 你知道很多卡片跟那個遊戲網一樣 只是說這個三檔 他是一個很科學的 很合理嗎 大家這樣子打會不會覺得 有時候是必要的 像今天我們之前上的那個版本 他只是刪掉了一個寶石 這個算是小改動嘛 所以你就是把那寶石刪掉那還OK 那如果你今天要一次改幾十件裝備的數值 是不是你改的還蠻尷尬的 如果舊的裝備 留著以前的數值的話 是不是那些裝備就很多 那我們有時候一個大改動 伴隨著整個伺服器重啟 就比較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剛剛說到那個產品包 台版開賣日期應該是5月15號 5月15號 今天是5月13號 還剩三天 就是禮拜五嘛 所以我們猜測 我們猜測有 我都沒發現 糟糕 你怎麼了 沒有我跟你講 自從我找了一顆巧克力囊拿起來之後 又來了 又來了 不是說好了是變聰明嗎 對 不知道可能就吸取我的智商 你知道 我智商都已經被吸走了 本來就沒有多少 可是你上禮拜 原本很高 可是傑哥上禮拜很聰明 沒有也沒有多聰明 禮拜五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這猜測應該是禮拜五 有可能會一起三檔 因為如果說不三檔的話 其實蠻尷尬 因為像我今天如果 我一個玩家 5月15號 興高採樣來的產品包上來玩 玩一天之後三檔 超級尷尬的 對 好的 那所以呢 等一下 這邊要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囉 大家會廣告過後回來 我們就要來進行遊戲當中的2.0杯檔測試啦 對 杯檔2.0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